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介紹的角色是日版上月實裝的六星咲戀 上月因為電腦壞了 所以沒有介紹到 現在才介紹 拖到現在介紹的唯一好處 大概就是可以連戰戰表現一起講 好啦 那就開始吧 這個角色有些玩家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我還是從小技能開始介紹吧 專武後的一技能 對前方範圍500內的敵人造成中幅度與傷害 血量越低 傷害越高 每少一點血量增加0.4的傷害 二技能 中幅度恢復 距離自己最近的友方角色TP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對前方範圍900內的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血量越低 傷害越高 每少一點血量增加2.5的傷害 並大幅提升全體物攻魔攻 持續18秒 血量越低 提升的攻擊力越高 每少一點血量 提升0.2的攻擊力 目前日版175的R18滿裝的咲戀 血量是46000 所以如果是半血的咲戀 UB傷害是將近10萬的傷害 然後加了攻擊力是7600多 而如果是極限鎖血剩一滴血的咲戀 傷害大概是15萬 加了攻擊力則有12000多 所以這個角色簡單來說 如果整場戰鬥他永遠處於滿血狀態的話 那五星六星的表現沒有到很大的差異 但如果能在半血甚至殘血的時候放出UB 那效果就非常驚人 這個條件比昨天介紹的六星美冬還要容易達成的多 好啦 看完技能 我們就來看競技場的表現吧 先來看進攻 首先是第一場 對方是上月公主競技場重置時的NPC 等級184 防守組合是新年齡 日和 珠希 公主可蘿 優妮的防守隊伍 除了新年齡很意義不明之外 還算是一個玩家有可能會用的防守隊伍 開打後 對面日和把咲戀打到殘血之後 直接被一個反殺 所以各位 聽到咲戀說 我能反殺 別笑 人家是真的能反殺 接著來看防守 今天看到有人打我的防守隊伍打到出 還不來錄一下 對方使用了佩可 秋乃 珠希 咲戀 小雪的隊伍來進攻 前面開場沒多久 我的後面兩個法系角色就被珠希給抓爆了 中間不重要 我們直接快轉到40秒這邊 對方咲戀一個UB 把我方咲戀打成殘血 OK 條件達成啦 咲戀直接一個殘血反殺 咲戀大概就是這樣一個角色 不管是進攻還是防守都可以殘血反殺 尤其是看到日和還是妹弓這種範圍角色的防守隊伍 直接用咲戀去碰瓷 被對方範圍傷害變殘血之後直接一個反殺 非常的壞 而以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進攻隊伍來說 現在畫面上這個是我日版3v3用的三個進攻隊伍 咲戀不管是在雙貓進攻隊還是在公主配合進攻隊都有非常棒的表現 在雙貓進攻隊中 有時候對方火力有點痛 放咲戀可以讓我方公主可可蘿提早補血來拯救其他角色 而且咲戀也可以提供增益效果還有傷害 效果非常的棒 而在公主配可隊 放咲戀除了可以挨揍之後殘血反殺以外 也可以補可可蘿的TP 讓可可蘿提早補血來維持其他角色的血線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最近3v3進攻我是一定會用咲戀的 問題只在於是哪一隊更需要他而已 而在防守的部分 咲戀就是一個大地雷 只要揍了他 沒有秒殺 剩殘血的話 咲戀隨時會殘血反殺來翻盤 非常可怕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了 比起UB條件發動那麼困難的美冬來說 咲戀的UB條件太容易達成了 所以 現在咲戀是非常非常熱門的防守角色 隨時要準備來個殘血反殺 有時候前面打得好好的 我方沒死任何一個角色 對面剩下三四個角色 結果 咲戀一個殘血後發動UB 就進攻失敗了 只能無奈的打出GG 說完競技場之後來說 戰隊戰 咲戀除了原本六星之前就有的用途 擋新年黑貓的補TP配件之外 由於沒滿血還可以的輸出以及輔助之外 還可以幫人權公主可蘿補TP 再來戰隊戰多目標也有一些上場機會 這邊要說一下 其實咲戀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是站位距離公主可蘿非常近 要讓咲戀補公主可蘿TP非常容易 不會有太多陣容上的限制 這種抱大腿的行徑讓咲戀有了蠻大的優勢 讓他能最大化發揮他補TP的效果 補人權角色的TP跟補路人角色的TP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最後來看一下評價吧 目前FMEDIA給六星咲戀的綜合評價3S 作為一個可攻可守的角色 啊不是 我是說可攻可守 在競技場毫無疑問拿了3S評價 是競技場的人權 戰隊戰的部分 作為新年黑貓的強力工具人是拿了2S評價 路化台來說表現普普就只有S 總的來說 六星咲戀是一個非常強力的角色 在所有六星角色裡也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對於資源不足的玩家來說 咲戀是六星角色中第一批需要做出來的角色之一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贏得到目指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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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